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全力做好现场救援 伤缘救治 妥善做好善后处置等工作 抓紧抢收受损道路 尽快恢复交通秩序 习近平又说当前正值五一假期群众出行增多 人员流动量大 部分地区还将出现大范围降雨和强对流天气 各类事故灾害而发多发 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 压实工作责任 加强监测预警 完善应急预案 及时派查处置重点地区和关键领域风险隐患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国务院总理李强也作出批示 要全力抢救受伤人员 势资做好善后工作 千方百计搜救被困人员 严防刺身风险 根据习近平指示和李强要求 应急管理部 交通运输部等部门派出工作组 港到现场指导救援工作 广东省委 省政府主要负责人 港到现场实地指挥一线应急处置工作 广东省梅州市就成立现场指挥部和多个工作组 全力做好现场搜救 商员救治 交通疏度和线后处置等工作 当局调派大批大型车量到墙并且滑通救援变度 动用搜救犬 生命探测器等协助 当地消防止落雨 加上现场有大量碎石和泥土下滑 增加搜救风险和难度 会争取时间尽快研究被困的人 梅州市政府下午召开记者会交代事故最新情况 开始示全体密碍 深感变速 深感变速 深感不安 深感内疚 深感自主 四次部分车辆发生延烧 增加了救援的难度 大部分车辆在线路过程中给泥土掩埋 涵埋的深度大 土荒量大 也十分够 四次 救援的现场中边体质条件复杂 因持续的长将营 长湿的长将营 造成救援现场同样的寒水的帮助报复 救援过程中 其容易发生自身的灾害 内地传媒报道 今年顺旗之前 高速公路的营运管理单位 已经对煤大高速的边缸 高边波等 重点隐患区域展开排查 刚刚在上月底完成 有专家指以下来的山泥体积来看 塔陷不是瞬间形成 应该早有预兆 香港电台记者 李健音报道 政府公布今年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的预估数字 按年增长2.7% 好过市场预期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早前预计 首季经济增长会在全年预测区间 即是2.5%至3.5%之内 结果今日揭中 政府统计处公布 今年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 比去年同期实质上升2.7% 经季节性调整后按季比较 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就升2.3% 至于去年第四季 就比前年同期升4.3% 各个主要组成部分当中 私人消费开支第一季按年升1% 这个升幅比去年任何一季都要少 而去年首季 私人消费开支更加曾经录得13%的升幅 政府形容在住户收入持续上升 同政府推出多项措施提振气氛之下 首季私人消费开支是轻微上升 投资市场方面 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今年第一季就比去年同期实质上升0.3% 升幅比去年第四季的17.5%显著放缓 政府消费开支在第一季就录得3%的实质跌幅 比去年第四季跌5.2%少 出口表现就有惊喜 货品出口总额和去年同期比较 录得6.7%的实质升幅 计去年第四季录得2.8%升幅之后 连续两季回升 幅度亦都扩大 政府认为准管比较基数非常低 但货物出口在外部需求略为改善之下 录得明显升幅 至于第一季进口就按年升3.2% 去年第四季就升3.8% 同样是连续两季上升 受惠于访港旅客人次进一步上升 整体服务输出继续增长 首季比去年同期升8.1% 但升幅比去年所有季度都要低 去年第四季服务输出就录得21.2%的升幅 至于服务输入亦都比上季收缩 第一季升17.6% 升幅同样是低过去年所有季度 政府发言人说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 录得温和增长 只望住户入息增加 和政府多项提振气氛的措施 应该有助私人消费 但市民消费模式的转变 或会带来挑战 而经济继续增长 应该会对固定资产投资提供支持 但偏紧的金融状况维持更耐 对经济信心和活动可能会有所打击 又说随着接待能力继续恢复 加上政府自力推动城市经济 访港旅游业进一步复苏 应该会支持服务输出 地缘政治紧张和偏紧的金融状况 预计会继续影响货物出口 但外部需求至今维持得比较好 出口表现可能会略见改善 被视为经济表现的一个参考因素 来到5月就继续有好消息 港股今个月第一个交易日延续升势 恒生指数升444点 企稳18000点楼上收市 收报18207点 是连续8个交易日上升 科技指数升超过4% 金融股和内房股都做好 香港电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美国联储局一月预期维持利率不变 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说 可能需要较原本预期更长时间 才有信心减息 但他表明不太可能再加息 而在本港多家银行宣布 维持最一位利率不变 美国联储局继续按兵不动 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 维持在5.25厘至5.5厘 今次已经是联储局 连续第六次议息会议 维持利率不变 息口何时才会有变化呢 有分析认为 由美國近期的數據來看 可能要等多幾個月甚至半年才有機會減息 金管局說港元測息在往後一段日子 可能仍然會處於較高水平 提醒市民在作出置業、按揭 或者其他借貸決定的時候 應該小心考慮和管理利率風險 金管局會繼續密切監察市場變化 維持貨幣和金融穩定 香港電台記者梁家琪報導 稅務局說2023、24年度 整體稅收臨時數字是3420億元 按年少收182億,跌幅有5% 其中印花稅稅收大跌三成 去年社會全面復常 但政府稅收繼續減少 2023、24年度 臨時稅收總額有3420億 按年減少182億,跌幅有半成 主要原因是印花稅少了209億 只有491億,跌幅達到三成 利得稅也未跌 但新諷稅稅收創新高 稅務局說 印花稅收入跌幅同預期有出入 但相信今年度會改善 預算收入回升到710億 在2023、24實際所收到那個印花稅 所以確實跌幅比較大 大家都明白了 在去年 過去一年 其實是樓市和股市都在下跌 但在來年來說 在物業方面 自從在2月28日的財政上 宣布撤銷所有樓市需求管理措施之後 我們見到物業的成交量 是有顯著的上升 股市方面 當然過去一年的市況 可能不是太理想 但我們近期見到 香港的股市氣氛也有所改善 在4月22日的一個星期 股市特別表現得相當好 再加上中國證監會 在4月19日 宣布了多項的措施 相信也會更加吸引到 資金流入兩地的資本市場 證券交易的印花稅收入 也會有所增加 稅務局今天發出 大約244萬份報稅表 案年多大約4萬份 局方提醒納稅人 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 就稅務事項有部分新措施 包括2024、25課稅年度起 實施新縫稅和個人入息貨稅 標準稅率兩級制 入息淨額超過500萬 超出的部分會以16%稅率計算 和新生子女同住的納稅人 居所貸款利息 及住宅租金扣除限額 上限會增加到12萬 2023、24年度 利得稅、新縫稅和個人入息貨稅 會獲百分百寬減 上限3000元 稅務局說 非經營獨資業務的一般納稅人 要在6月3日或之前 遞交報稅表 網上交表可以自動獲延期一個月 香港電台記者黃濱藍報導 積金二平台定於6月26日投入運作 積金局預計明年年底前 全部受託人公司的強積金計劃 會轉移到平台 現在絕大多數打工仔都要供強積金 每轉一次工就多一個戶口 一個人擁有幾個戶口很普遍 有些人怕飯 沒有去管理這些強積金戶口 積金局的積金二平台 下個月26日起陸續投入運作 市民到時可以透過網上或手機應用程式 一眼看完所有強積金戶口的表現 隨時更改投資組合 日後轉工都不用重新登記 積金二號戶口是一個 是給你用一輩子的 它什麼都不用管 它開戶只是一次 到它其他的計劃上平台 或者要轉去平台 它那些資料自動 就會在它的積金二戶口 顯現出來 至於僱主也可以用平台 處理強積金供款程序 積金局預計 積金二平台推出之後 頭兩年平均可以減少行政費 百分之三十六 十年內可以減百分之四十一 至百分之五十五 並確保打工仔可以受惠 為什麼我們可以減到行政收費呢 因為我們會將那些工作 標準化、精簡化、自動化 以及我們集中來一起做 所以會有經濟規模效益 同時我們是非牟利的 我們只是收回開支 我們的收費就會收受台人 行政費要直接減 但其實法例也有多重的保障 就是說這個減幅要在總收費上反應 所以不僅是它行政費的部分 要是相應的減費 它的總收費都是要有這個減幅的 所以你們不用擔心 說會不會有些情況是 行政費減但加回其他 這個不會發生的 首間加入平台的是 萬通信託有限公司 下個月26日起生效 中國人受信託有限公司 就會在7月29日加入 積金局說這兩間受託人公司 會預早向成員和僱主發放資訊包 通知他們在平台註冊等 積金局提醒市民 如果未輪到自己所屬的 受託人公司加入平台 不用預早註冊登記 積金局預計 今年第四季 會有多三間公司加入積金二平台 期望明年年底前 全部會轉移到平台 香港電台記者朱錫君報道 消委會去年被黑客入侵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完成調查 認為是消委會欠缺足夠保安措施 導致大約450人資料外洩 裁定違反私隱條例 消委會說已經積極採取行動糾正問題 消委會的資訊系統 去年九月被黑客入侵 隨後他們的伺服器 以及抬頭電腦和手提電腦等 遭勒殺軟件攻擊 以至有大約450人的個人資料外洩 包括280多位的投訴人 以及現職和離職員工等 消委會發現事件後翌日 向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通報 公署完成事故調查 認為消委會在事發前 沒有採取所有切實可行的步驟 確保個人資料不會受到未獲准許或意外查閱 處理和刪除等 裁定消委會違反私隱條例下 有關個人資料保安的規定 公署認為事件由五項缺失導致 調查顯示 消委會在2020年11月 即是疫情期間實施在家工作安排 員工透過虛擬私有網絡 遠端連接消委會的網絡 傳取個人資料 但消委會沒有啟用多重認證功能 是其中一項導致事故的重要原因 黑客組織其實就是利用 一個具有管理員權限的帳戶 是憑證這個帳戶進入了消委會的系統 那若然消委會有為這個遠端傳取資料 啟用多重認證功能 以確認用戶的身份的話 我覺得這個就可能阻止到黑客 透過這個帳戶進入消委會的網絡 亦都可以避免隨後的納索軟件攻擊 和黑客查閱消委會系統裏面的個人資料 那名管理員是資訊科技部門的員工 消委會說那個帳戶一向採用複雜的密碼 公署指消委會當時考慮到員工 不想就多重認證功能安裝額外軟件 於是沒有啟用多重認證核實身份 就算在2022年5月取消在家工作安排之後 仍未停用搖距連接網絡的安排 其餘的缺失就包括沒有妥善設定網絡安全軟件 那個軟件在偵測到網絡威脅之後 本應會發出電郵警示 但原來這項功能並沒有被啟動 令軟件未能發揮作用 公主又認為消委會欠缺足夠的保安措施 在事發前三個月 280多個投訴人的個人資料 因為人為錯誤或疏忽 被儲存在沒有配置網絡安全軟件的測試伺服器之中 隨後就受到嚇嚇攻擊 調查也發現消委會的資訊保安政策有欠全面和具體 沒有實際程序給員工依巡 員工的保障個人資料私隱和網絡安全意識也不足 公署建議消委會要為軟端傳取個人資料的系統 實施多重身份認證 定期檢視遙距傳取的權限 聘請獨立資訊保安專家 檢視資訊科技系統的保安措施 並定期檢視相關系統等 消委會回應說 對於公署指出的不足和提出的建議深表重視 在事故後已經積極採取行動糾正問題 包括為軟端傳取資料 啟用多重要素認證功能 又只根據外聘的暗網監察服務商的資料 至今未有發現任何受影響的資料被公開 香港電台記者朱錫君報道 五日煙火表演昨晚在尖東對開的維港舉行 葉介說有助吸引旅客訪港 休息回來會講一下 既香港站之後 VIVA三乘三巴黎奧運資格賽 將會移師日本羽刀公市 男女子各八支頂尖隊伍力求增勝 勢要奪得巴黎奧運一場圈 VIVA三乘三巴黎奧運資格賽 在羽刀公站 5月5日正日下午4時15分 港台電視32獨家煙腸直播 回來新聞時間 五一煙火表演昨晚在尖東對開的維港舉行 葉介說有助吸引旅客訪港 入境署說昨天有超過80萬人次出入境 其中入境人次超過46萬 外地旅客佔超過18萬 五一煙廣海上煙火表演 星期三晚在尖東對開海面舉行 全場大約10分鐘 配合幻彩永香港燈光多媒體會演 不少觀眾都看到華華聲 雖然時間對之前那種比較短 但現在這種顏色鮮液和整齊規律 然後最後的結果很精彩 我覺得還是值得的這10分鐘 我們是來香港帶他們來三天 然後有計劃去來維港看夜景 然後還有迪士尼 然後今天我是來了之後 然後我在坐出租車的路上 司機告訴我說有這個煙花的表演 所以我們就正好就過來看 這個時間在這裡能看到這種演出 就很震撼 以前有來過香港嗎 沒有 我第一次來香港 我知道這邊五一有這個煙花表演 所以我就過來看一下 我們在那邊沒有看到 在那邊背後面很多煙 沒有看到 我們在香港遊玩的 會來 如果有這種節日 還是會比較樂意來的 因為我們就在深圳很近的 五日黃金周首日 全日有超過80萬人次出入境香港 當中入境大約46萬7千人次 內地旅客佔大約18萬 出境人次大約34萬 香港居民佔超過19萬 有旅遊和零售業界人士說 訪港內地旅客數字理想 如果不是受天氣影響 相信人數會更多 香港也做了它的宣傳 都是合乎理想的 我們零售的朋友 對於今年的五一黃金周 我們預計 那些人數其實都是比往年多 有很多不同的大型政治 好像煙火等等 所以見到的情況其實都是理想的 如果不是因為下雨都可以 所以想人數的添加都好 他又說業界包括一些商場 已經推出優惠 希望令旅客有更好體驗 昨天旅遊旺區受惠較多 珠寶首飾、化妝品等銷售較好 香港電台記者李健恩報導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 出席一個推廣使用非塑膠餐具活動 他說垃圾收費先行先試 今個月會繼續做 之後會認真審試結果 今個月27日 會向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匯報 在我們私人事事裏面 我們都見到的確是有很多的問題產生 很多人他們會覺得是比較繁複 最重要的是我們見到 可能對一些全線的清潔工人 或者一些管理的人員 都造成一些額外的工作 工作量大 表示他們活得很辛苦 垃圾收費這個事情 實際上都是香港來講影響七八萬人的 我們怎麼做 怎麼可以令到大家去接受 令到大家比較上沒有那麼擾民 令到大家做起來的時候 是可以長信 這些長信 這些都是我們需要 實際去想怎麼做的事情 前年安達神道地盤嵌天清 造成三死六傷的工業意外 日前被捕的地盤總承建商 精進建築有限公司時任項目經理 被控三項誤殺罪 案件在觀塘裁判法院提堂 35歲的被告簡浩街報稱無業 他被控在2022年9月7日 在九龍秀貿平安達神道9日至11日 安達神道石礦場發展計劃的地盤裏 非法殺死三名男子 法官將案押後至7月30日再信 被告申請保釋被拒 要還押看管 香港電台舉行節目循例 宣布推出多個新節目 助理廣播處長李慶華在致詞當時說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週年 港台會繼續深化和內地連結 加強互相理解和欣賞 向世界說好中國故事 說好香港故事 並展示中華文化獨特一面 另外在今年巴黎奧運 和夏年全運會 電視、電台和新媒體平台 都會作出全面報道 美國大學校園繼續有聲援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示威 並簡變成衝突 另外以色列總理內塔利亞湖表明 進攻加沙南部拉法市的行動 是勢在必行 在加州大學洛杉基分校 有人企圖拆毀聲援 巴勒斯坦示威者架設的營地和屏障 雙方爆發衝突 現場有人發放煙火 圍欄亦被拆走 US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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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到場介入分隔兩批人 天亮之後氣氛回復平靜 示威者加固據點 加州州長柳森表示 任何在校園內從事非法活動的人 都要承擔責任 包括被刑事起訴 停學或開除學籍 而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 超過100人聚集和遊行 抗議警方前一晚進入被佔據的教學大樓清場 他們有要求繼續留守的警察離開 紐約警方在清場行動中 拘捕接近300人 紐約市長阿當斯再次召開記者會 展示歌大要求警方介入的信件 他重申示威不是單純的學生表態 而是被外界煽動 出訪中東再次滑船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結束訪問回國 他離開前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湖會面 布林肯表明美國不支持以色列 在沒有保護民眾的計劃下 對加沙拉法採取軍事行動 但內塔尼亞湖也表明 不會接受以色列和哈馬斯的協議中 有條款涉及結束戰事 他早前也重申進攻拉法 達至殲滅哈馬斯的目的是勢在必行 另外美國上個月否決 關於巴勒斯坦申請成為聯合國 正式會員國的安利會決議草案 在聯合國大會上 中方代表說 美國一再濫用否決權 不是一個負責任大國應有的擔當 中方支持安利會 他儘早再次審議巴勒斯坦成為 聯合國正式會員國的申請 希望個別國家不要繼續設置障礙 美國頑固從自身利益和地緣政治算計出發 一再濫用否決權 這不是一個負責任大國應有的擔當 希望美國真正秉持客觀公正立場 加入國際社會的正義行動 為平息袈裟戰火 緩解人道災難 發揮應有的建設性作用 哥倫比亞總統佩特羅就批評 以色列領導人搞種族滅絕 宣布哥倫比亞今天起 與以色列斷絕一切外交關係 香港電台記者李健欣報導